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师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我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相关专论相关专论是现在讲颂词 从课判上面讲的话应该讲到了第五品当中 第五品前面讲的是正当加行 现在讲的是定加行 定加行当中讲到了加行道和见道 还有修道 就是这方面的 修道定加行当中 前面讲了修道的四种禅定 也就是说八种禅定都讲了 那么这就是真正的修道的本体 现在讲到了修道的障碍 它的手段 就是说断后面还会讲修道的功德 讲这些方面的道理 我看今天我们所讲的书里面是多少页 二百四十五页 二百四十五页 你们无理于你的 老板是一两百页 什么 什么老板 姓班 原来法的书是二百四十五是吧 然后原来还有一个二百一十五页 我看你们学的相关主要论 今天主要讲修道 修道过程当中它有所段 它的所段主要是聚身分别 修身分别我们分为所取的法和能取的菩提加勒之分别 两个分别 一个是所取分别 还有能取菩提加勒分别 两个分别要断除 其中所取分别也要有九种取柔的所取分别 和九种舍弃的九种分别 讲这两个 首先讲九种取柔的所取分别 所以讲相关主要论的时候可能大家也许 尤其是我们新来的有些居士 出家人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佛法 连皈依的名称也没有听过 然后今天听一个相关传论的所取分别和 取入分别一定会是无理于理的 但是如果实在听不懂的话 你可以睡觉 做梦 梦中的求学也是很美好的 那么我今天讲的首先是趋入所取分别 一个是趋入所取分别 还有一个是所取分别 我们前面也是讲过这样的道理 这个也是在修道过程当中讲这些分别 首先讲的是趋入分别 实际上趋入分别的话 它是对大乘法进行分别的这么一个具身的障碍 具身的一个所段 具身的一种障碍 也就是说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这是有必要修行的 但是这种修行 实际上是一种分别念 到最究竟的修道过程当中 需要断除的 其实它趋入分别的本体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下面分的时候 分为九种 九种 它归纳起来对大乘教法方面的 趋入分别 还有正法方面的趋入分别 有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第一个是对大乘教法方面的趋入分别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说是《略表集广式》 那么这个《略表集广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九种趋入当中可以说明第一个和第二个分别 也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大家都知道 有三藏十二部 或者八万四千法门 那这些八万四千法门 也有略所 也有广所 像略所的话 就像《般若经》来讲 像《般若说颂》 还有《心经》 这些算是比较简略的 归纳的 可以说把眼间一盖的 归纳出来的这样的法 我们如果 或者任何一个菩萨认为 像这样归纳的法门 是应该接受的 但是它就是佛陀佛法当中的 教法当中的一些精华的意义 比如说三藏 十二部当中的三藏也是一种归纳的教法 然后波罗斯颂也是归纳的教法 我们这样加以分别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趋入分别 到最后的时候 虽然它暂时来讲 需要接受的 应该值得所取的一种分别 但到究竟来讲 它也是一种障碍 这个是叫 颂词当中讲掠标 或者掠朔也可以说 掠朔的教法也是一种趋入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掠朔 或者它是一个 中介性的教法 这是一个分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说的是光朔 也就是说光世 光世也是佛陀的教法 它有广说的 就像是般若八千诵 或者释迦佛的教法分别出来 有八万四千 对者贪心 对者痴心 对者无名 还有对者分别烦恼的 总共有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它是一个光世 光说的 我们认为这是光说的一个教法 这也是一种趋入分别 所以这两者 对于教法方面的两种所取 然后有正法方面 对过失方面的一些分别 还有功德方面的分别 有两个方面来可以分析 首先是过失方面 在颂词当中是说 佛说不舍受 颂词当中讲佛说不舍受 什么意思佛说不舍受呢 比如说相识的一些般若 相识的一些单空 相识的一些不是真正的 远离四边八戏的般若 其实这样的道理也好 这样的境界 佛陀在现象上 他并不是很接受的 他并不是摄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他接受的是什么呢 就是真正的般若 远离四边八戏的真正的般若 波罗蜜多 是佛陀的究竟密友 他是认可的 而相识的般若也好 相识的这样的修行 其实佛陀并不是很欢愉的 并不是很接受的 那这样的分别 实际上它是属于过失方面的一种分别 不仅仅是佛不舍受 还有很多的 不是究竟的佛法相关的一些修行 相关的一些境界 那这些都是佛不悦的 佛不接受的 佛不舍受的 那么这些 我们从显现上讲 这是合理的 但是从究竟来看 它也是一种趋入分别 然后从功德方面讲 从生意空性方面的功德 和世俗的密言方面的功德 从两方面来可以分析 首先是从生意空性的 殊胜功德方面来分的话 五三十功德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五三十功德 比如说 本来从生意当中的法来讲 实际上是证悟 一切圣道的境界 证悟圣道的境界来讲 我们在明言现象当中可以说 有加行道 有见道 还有修道 这三个道是存在的 而在生意当中来讲 这三道是不存在的 怎么不存在呢 比如说我们说的加行道 加行道前面都已经灭完了 以剑道为主的话 那加行道前面已经灭完了 所以在生意当中想诬蔑 或者说 但有些当中说是诬蔑 有些当中说 生意当中是无有 已经灭了 已灭 有两种说法 但我们可能在藏文当中说是诬蔑吧 以这样的法加以分别的话 这就是说第一个加行道的功德 在生意当中已经过完了 没有的 这个意思 从现实的 现在的剑道 它是现代当下的一个刹那 它的本体是无有的 可以说它无有本体 无有本体法加以分别的话 那这就是无 也可以说是无有的 将来修道 修道还没有产生 还没有产生的话 也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是无生的 加以分别 因此我们讲无善功德 也就是说无善事功德 未来 过去 现在分别 按理为加行道 剑道 修道 无这三种功德 实际上这三道 在究竟的意义上讲不存在 都没有 都没有的话 我们在生意当中无有 它是一种属于功德方面的 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分别 因此在这里分别为 我们前面有三种分别 然后在这里也成为三种分别 所以这几个也是加以分别的 它也是所取分别的 然后在名言当中它存在方面也有三种分别 也就是说 基于三妙道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虽然生意当中不存在 但是在世俗当中 这三道也是存在的 怎么存在呢 比如说加行道 加行道通过修行能押腹 或者处理一切所断 过失 并且进行趋入涅槃 因此叫加行道 所以这是加行道 在名言当中的一种 它处理过患 它处理是根除两个有一定的差别 它从这样的过患障碍当中出来 或者我们说压制它 在加行道的时候 一般的障碍都能压制它 然后进行对涅槃法门修行 进行加行修行 这就是加行道 加行的妙道 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见道 见道的时候 它断除了边际的障碍 并且如理如舍的见道 也就是说 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就是见道的妙道 所以刚才是加行的妙道 见道的妙道 修行道当中 它通过修行 断除了举身的障碍 同时它所证悟的这些见解 再进行反反复复的修行实相 这就是叫做修道的妙道 这三个道分别为加以分别 这是在名言当中加行道 名言当中是见道 名言当中是修道 这样去进行分别的话 这也是有三种所取 刚才前面教法有两种 正法过失上面有一种 功德方面有三种三种 总共有九种分别 那么我们讲舍仪的时候 所取除分别 一个人睡着了大火 我刚才说的真是对的 大呼咙就唱歌 他还是一叫封信 就是这叫 好 九种分别还没有讲完的水槽了 后面还有两个九种 好 下面你们可以说梦话 等会 下面讲到所取除分别 加行 想 行 行 行 我们下面所讲到的这九种法也是 从我们平时的修行当中讲 这些都是应该值得分别的 应该值得执着的 这样的修行 那么这九种分别 实际上我们现在分别当中 最初的第一个所取分别 为什么第一个所取分别呢 因为它是愿于大乘的加行而趋入 所以叫做加行行相经 也就是说对加行的教法和正法 作为分别的对境而进行分别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明白 大乘修道的过程当中 连这些执着到最后也会需要断除的 如果你没有断除的话 实际上也不能真的最究竟的 最微妙的境界 因此我们学习《相关中央论》的时候 有一点大家应该会明白到最后的时候 不管是好的方面的执着也好 不好的方面 这些执着都要予以遣除 否则在菩萨的真正无二会的境界当中 这样的执着都是无法立足 没办法建立的 但没有到达这个之前 我们对善的封信 对恶的舍弃不能放弃 这个取舍因果 现在很多人最究竟的教应 混到现在我们刚开始的 一些初学者的境界当中 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并不是《相关中央论》 或者第二传法论的究竟密意 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是自己不懂罢了 因此我们学习的时候 学习《相关中央论》也好 学习《金刚经》也好 学习其他的般若空性法门 一定要掌握它的分尘 很多人没有上师们的传承 只不过是自己看看书而已 其实自己看看书 真正佛教的甚深教义都不会懂的 需要带 需要应该引导 不仅仅是佛教方面的 甚至在世间当中很多的知识 技术和学习都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从来没有上过学校 自己看看书 所有小学的课 中学的课 大学的课全部完成 这样的学生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了 虽然你很有智慧的 同样的道理 佛学也是 现在很多人说 我看了佛教 《能言经》 《金刚经》 《心经》 都看了 我还是懂佛教 其实只是你看看书 谁认识字都会读 但是不一定 所以有些道理 比如说我们讲空性的时候 在哪些方面讲空性 哪些方面讲不空 我们经常出去的时候 包括一些学校里面的 老师和学生 只是自己短转圈蕴地 看一些佛经方面的 并没有深入地去探索 这样之后 自己认为自己对佛法 很有了解 但实际上还没有沾到边 所以在这些方面 大家应该还是有 系统性的学习 很重要 好 下面我们讲的是 宣说舍弃所取分别 刚才是趋入所取分别 现在是舍弃的分别 在大乘佛教当中 应该是值得取掉的 抛弃的 但是这种分别 怎么讲 我们在平时的行为当中 可能也不一定发现 下面它的本体也好 还有分类和舍异 分几个方面 首先它的本体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持续信心所 转取十有境 持续 持持指的是 我们刚刚讲了第一个 所取分别已经讲完了 然后现在接下来 过了之后 开始第二个所取分别 第二个所取分别是 舍弃的所取分别 那舍弃的所取分别是什么呢 实际上它是信心所 什么样的信心所 对大乘佛法 实际上是成为违平的 比如说 对小乘法取执着的 对小乘法虽然从小乘自重来讲 是这样取执着合理的 但是从大乘法的角度来讲 这是应该需要抛弃的 需要抛弃的 心和信所的所有的取入或者转取 他这里的转取 我们原来说的是索弃 怎么讲呢 但这个翻译方面 稍微跟颂词解释的时候 有一点点困难 意思是从他们心和信所的有精层面来讲 需要遣除的 这个转取也有遣除的意思吧 遣除的有精 遣除的有精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下面会讲九种心态 那这九种心态 大乘佛法最究竟的教义上 都需要遣除的 并不能接受的 如果接受的话 那大乘佛教的自重也是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讲修道的时候 应该接受的有些分别念 在这里也是成为障碍的 然后不但是不能接受 而且需要抛弃的 这样的分别念 在这里也成为障碍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吧 比如说我们说 好的执著也要抛弃 不好的执著也要抛弃 在禅宗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白云也是遮掌阳光的 黑云也是遮掌阳光的 凡是云都障碍阳光 同样的道理 刚才需要接受的九种分别 在这里也需要断除 不好的 现在这里讲 大乘当中说是好的 但是从小乘里面讲 这是合理的 但是在大乘的角度来讲 需要抛弃的 需要遣除的 心和心所欲的这些诱经 在这里也要抛弃的 也要抛弃的 所以它的本体应该是在这样来理解 转取持有境 转取持有境 遣除持有境 其实这里持续信心 遣除持有境 这样可能比较好懂一点 法准法师 但是法准法师也许有其他的解释方法 所以我一般都不改 因为每一个医者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因此如果他在法界当中 显现不高兴的话 我也没有折割 所以一般以前 尼泊尔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有潜意的一些大德 翻译得非常的好 后来的仪师们到尼泊尔去 天气也特别热 在这里前辈的仪师们的仪座 就开始盖一部分 回来弘扬 所以后议当中有个别的疑问 不是很好的 我没有资格该法准法师的 但是从愿闻上讲可能转取 遣除 这个事 好像藏文当中不明显吧 我没有来得及详细看 最近没有时间详细看 所以现在一般讲课的时候 不能有这个理由 有这个理由下面很多人会反抗的 反抗也是合理的 你没有时间看的话 你没有资格 你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下面可以据说 可以遣除 让这个讲者下来 这也是可以的 前一段时间在别的一些大学里面 经常发生 比如说美国来的一个教授 他在讲的时候 他没有做好准备 后来下面的人要求他下来 他也不得不下来 下来之后他说 确实对不起 我一方面没有好好看 一方面我刚刚回中国 所以视察有点还没有过来 他就开始给他们进行道歉 所以我们以后不管是佛教也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我刚才虽然没有详细看 但我对现观传论还是比较了解的 应该可以这样解释 我也比较担心你们让我下来 下面讲到分类 他这里讲到资粮道 加行道 还有剑道和修道 以及对凡夫位的不同的分别 所取分别有不同的分别 可能这个稍微难懂一点 大家一定要专注 有些人都已经到梦中去专注 这也是很好 好 下面讲到不发菩提心 不作与菩提 也就是说 所取分别 所取分别的话 首先我们从资粮道的发分别来看 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声闻和缘觉 还有这些在资粮道的时候 因为他们没有大乘的善知识色素 没有很好发菩提心的环境 和一些其他的因缘 以这样的原因 他并没有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认为资粮道的菩萨 资粮道的声闻缘觉 他没有发菩提心的这样的分别 这就是一种所取分别 所舍弃的所取分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是从意乐方面讲的 从加行上 从行为上 也是一样的 因为在资粮道的时候 小乘声闻缘觉 实际上他并没有想将来获得法身 想来获得摄身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没有这样的 不作与菩提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是自己一个 想获得一种清净的果位 所以他没有在他的行为上 在他真正的目标上 没有获得无上菩提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从资粮道上面 一个是法心 一个是他的佳心 就是意乐和加行 从两方面来讲 既没有发无上的菩提心 也没有追求最后的菩提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自己反观 虽然在这里说小乘佛子 小乘佛子的话 他是需要 从大乘的观点来讲 需要舍弃的 要舍弃什么呢 舍弃就是他们的心态 我们每个人想一想 我们现在学习佛法 有些人学净土法 有些人学密宗法 有些人学其他的显宗 禅宗 但是归根基地你学的目的 有没有利益众生的心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自己 如果你没有 这是像有些人 我一心一意地想往生极乐 现在很多学净土人 比小乘还低 说实在的 有些人像小乘 他是什么样呢 他就遣除所有的烦恼和痛苦 但是现在很多人是为了快乐 为了极乐世界很好 不有什么痛苦 这样的目标 那这样是不是大乘佛法 自己也可以观察自己 现在有个别的 尤其在汉地 好像现在稍微好一点 前几年很多人 表面上说是大乘佛教 净土法门 但实际上真正从他们的行为 法心 还有念佛的心态 各方面来看 不超理人天法 还有小乘法 可以这么讲 如果你们觉得 噢不对啊 你是诽谤我们的宗教 诽谤我们的佛法 你可以站出来 我们可以辩论辩论 大乘佛教的意乐是什么样 行为是什么样 最后求的果是什么样的 可是你自己每天都是念佛 你就排斥其他的宗派 你现在所作所为 从早到晚的你的行为当中 有没有想过利益众生 有没有 没有必要说妄语的 你如果没有想利益众生 也没有想获得圆满的佛果 只是自己听说有个阿弥陀佛 他有一个很好的刹土 那我死了以后 一定到哪里 这是我接触一种烦恼 所有的心态特别适合小乘 甚至有些可能小乘的不如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大乘佛教到底是什么样 当然这里讲的是 需要舍弃的所取分别 舍弃的所取分别是 不发菩提心 还有不做意菩提 这两个大家也应该想 讲《相关传论》的时候 不发菩提心 不做意菩提 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有没有 口头上可能说 我也发菩提心 他也发菩提心 都是这样说 但真正从内心当中也好 或者自己行为当中 我现在发现 包括自己在内 非常惭愧 为什么呢 真正自己也发现 这种行为可以利益众生 但我确实比较累的时候 我就好像宁可 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 不愿意做利益众生的这件事情 我们有些发心人员 我在发心人员身上 完全看得出来他们发心的力度 明明知道你这样的行为 还是多多少少帮助很多众生 但有些人因为心态太差了 可能以前的环境 以前你所接触的朋友 这些有关系吧 明明这种行为对众生是有利的 而你放下来抛弃的话 你自己根本做不到 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但是也不太愿意 这说明我们不发菩提心 不求不意乐菩提 这也是可以看出来 自己观察自己 其实这个法本相当于 也是一面镜子一样的 这面镜子当中 你可以显现自己的影子 这个时候你反观自己 哦 我自己也是原来如此 下面讲到对加行道的分别 也有这样的 作以小乘法 这个是从正面讲的 对加行道的声闻缘觉 因为中心已经决定 有些是《俱舍论》里面讲的一样 他的中心都是喜欢自私自利的 他生来都是不爱利益众生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觉得是小乘道 他会选择帮助自己 自己解脱 他就希求这一个 没有意乐利益众生的 而解脱也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法 我那天在一个学校里面 也给他们讲了 我说你们认为的佛教不是佛教 你们不认为的大乘佛教 其中有大乘佛教 只不过是你们没有认识而已 我也是故意这样说的 实际上我也觉得现在汉地很多认为这是佛教的东西 不一定是佛教 尤其是认为大乘佛教 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 真正的大乘佛教 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 所以我们自己拍着胸 说我是大乘佛教徒的话 恐怕确实有点惭愧 因为我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 我真正无私利益众生的心有没有 那我们经常对自己的一种定位吧 这就是作以小乘法 从见到的法来分别的话 也是不是大菩提 在见到当中的声闻也好 怨觉也好 因为他们没有殊胜的智慧和大悲心 就是大悲心和分别所摄持 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 获得了无上圆满的菩提 即使见到的阿罗汉 他也是没有这样的 他只是现前任务的一种境界而已 所以这样的加以分别 也是需要舍弃的 修道的分别 有修与无修 有修道当中的声闻缘觉 实际上是对有缘的法 比如说枯极灭道的四道 优秀的 有行持的 这叫做优秀的加以分别 我们大乘当中所讲到的那样的枯极灭道十六形象 远离三十二个增损的这样的道理 他们是没有修到 在小乘当中是没有的 远离四遍八息的这种修法没有的 所以有修和无修也分别加以 这也是索取分别 下面就是无学道 无学道也有三个 基于比相反 非如意分别 这个分别讲三种 实际上我们刚才前面讲修道的时候 有修和无修 修道是有形象的四体修法 无修就是无有大乘佛教 所讲到的那样空性的修法 就是讲了 然后到了无学道的时候 刚才前面的这两者是完全相反 刚才前面是怎么讲的 有修和无修 那现在我们下面把这两个相反 无修和有修 这个应该知道吧 无修和有修 那无修和有修 意思是什么呢 在无学道当中声闻缘觉 因为他具备什么呢 无有圆满 究竟的断正功德的修法 刚才前面是有修 有修相反的话 无修 无修什么意思呢 就是声闻缘觉的无学道当中 他没有像大乘佛教那样 非常究竟的圆满 就是智慧和圆满的 这样的所断的修行 无修 刚才这个有修相反 无修的意思 与比相反 它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刚才前面的有修要反过来 还有一个无修要反过来 第二个 无修反过来的话 也就是说 无学道当中的声闻缘觉 所以他有什么样修的呢 是具有相似的修行 也就是说 大乘佛教当中 远离三十二尊义的 这样的修法 但是小乘当中 没有远离二尊书的这种修法 只不过是相似的 枯极灭道的修法 所以叫做有修 刚才修道当中的有修和无修 反过来讲的话 那么就是无修和有修 这个应该会解释吧 到时候我们其实解释的时候 现在有些法师 有这种解释方法 我讲一个颂词 马上跟着下面粗考 让他们讲 听说这种讲法 还是很能培养人 马上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看的话 待会儿也许有可能抽到我 当场体会 这种方法 但我们这里人太多了 我们讲考班都是已经一两年以来 有些人一次也没有抽考过 现在他们都已经失去信心了 所以人太多了 没办法的 现在我们学院当中一个班的人数 五十六十个人 所以人太多了 对于法师来讲培养人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也没有办法吧 现在学佛的人越来越多了 讲课的人越来越少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难配得上 我刚才讲有修 无修的解释 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没有听懂也没办法 后面非如意分别 这个就是说 因为小乘 实际上他们没有断除所指掌 空壳窝等等 这样三轮提供的道理 没有证悟 没有断除所指掌 因为这样的原因 他不可能如理如实地能通达一切万法 没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对此这样加以分别的话 实际上这也是无学道当中的所取分别 那么最后舍意当之受修道 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 以上所讲到的这些需要遣除的 从大乘的佛教观念来讲 一定要需要遣除的 相关与小乘有关的这些心态 必须要遣除 而且他属于修道定价心当中必须要所舍弃的分别 必须要所舍弃的 所取分别 下面讲到宣说能取的菩提加勒分别 下面讲到宣说能取的菩提加勒分别 还有加油能取分别 一般我们讲相关传论的时候 九种所取 总共有十八种所取分别 还有十八种能取分别 这两个是比较难懂的 下面就是菩提加勒的分别 也是有石油的能取分别 还有加油的能取分别 首先我们讲石油的能取分别 也是分为本体 分类 包括有些舍异 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凡是对菩提加勒也好 菩提切勒也好 两种不足法 对它进行石油执著的一种修断 这个就是菩提加勒能取的石油分别 我们跟它分的话 总共有对即能取分别 道能取分别 果能取分别 还有对凡夫位的能取分别 即道果 还有凡夫的能取分别 从四个方面来可以阐述 首先是 舍舍有请净 舍舍 舍舍法不空 这里面讲了三种能取 菩提加勒分别 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 实际上是 我们经常讲即道果 对即法方面 对小乘的人 还有对大乘的人 对凡夫的人有三种法 然后我们对于证悟了人物的 就是证悟了人物的 而且完全了知 我们所有这些证悟人物的人 实际上是一种舍舍 舍舍是一种加力的意思 舍舍 这样的菩提加勒认为是谁有 比如说 目犍连 舍利子 他们有没有证悟人物 他们是已经证悟了人物 他们证悟人物的话 我们认为舍利子和目犍连 是证悟人物的身份 那他所业的菩提加勒 目犍连他们是实有的 我们如果这样认为 这叫做能取菩提加勒实有 我们认为他是有 他是已经证悟了人物的 但证悟人物的所有 也就是说他的身份 这些声闻缘具 不管是弗拉诺尊者也好 还有阿难尊者也好 阿难尊者后来才证悟的吧 那么这样认为 这是第一个叫做摄氏有情经 这是第一个 菩提加勒分别为实有 第二个 摄氏法 也就是说对真无法无我 对法无我的菩提加勒知道一切 因为不但是人无我 人无有执著的 而且对万法无有执著的 那这样的菩萨认为是实有 比如说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他们对一切万法都是 证悟通达无碍 证悟了法无我的 证悟法无我身份的 这样的菩萨 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实有的 观音菩萨他是实有存在的 文殊菩萨到了五台山 他永远都是在那里 一直在什么地方 地藏我菩萨一直在九华山 我们这样认为 实际上这不是需要说起的 但是他是一种 菩提加勒身份的一种实有的执著 这叫做对大乘菩萨的 菩提加勒分别为实有 然后我们想 凡夫人对人无我和法无我 都没有认识到空性 不空 对法也好 对人也好 都不空 认为是不是空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 听课的时候也好 走路的时候也好 觉得这个也是有 那个也是有 对法也没有证悟空性 对人也没有证悟空性 认为他是不空的存在 这是一般的凡夫人 凡夫一生都会有这样的执著 所以我们认为凡夫人 实有存在的话 这是什么呢 就是凡夫 凡夫菩提加勒分别为实有 这是刚才颂词当中讲不空 这三者在《大乘现观召业论》当中 需要所抛弃的修断 也就是断除的 当初的什么呢 对菩提加勒有关的三种分别 这是对几道果当中的击 然后对道有两种 对道有两种 贪著见则心 贪著见则心 也就是说对小乘 其实这里都是要讲菩提加勒 对一切法没有断除贪执的 还有一些善论执著的 住于小乘身份的这些人 比如说学习小乘的 对道法方面 对整个修道过程当中 对所有的道法方面 没有断除贪执 而且他还是有相当的 因为他相续当中有所指掌 对执著的这样小乘身份的 菩提加勒认为实有 这叫做贪执 也叫做道方面的菩提加勒实有 然后还有贪执性 贪执性对大乘法证悟了一些本主 具有抉择的智慧 实际上是大乘 这个大乘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悟 都并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无有自信的法门有一定的证悟 就是他这里坚持 抉择 抉择的话 就像《戒意慧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有一定抉择的能力的 这样身份的大乘菩提加勒 认为是实有的话 这也是所取的一种 菩提加勒能取分别 这里都是能取分别 这是从道方面讲的 果方面也是有两种菩提加勒分别 那么危机十三乘 危机因为小乘实际上三道所为 三道所为并没有究竟 只不过是一个相思而已 我们前面讲的三道所为对小乘来讲是非常圆满的 所以他们对断正的功德过法没有很究竟的 对这个寂灭 还是一种实有的一种执著 这样身份的小乘菩提加勒缺陋认为是实有的话 那么果方面的一个论取分别 对大乘来讲 他决定大乘的三乘都圆满正的 如果对通达整个三乘的 这样的菩提切勒的话 实际上他就是 对果法方面非常圆融的 能取菩提加勒分别 这是果方面三乘讲的 然后最后有两个 实际上是对凡夫者来讲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讲的呢 受供不清净 破坏诸正心 诸正量者 这两者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凡夫的话 他没有趋入真正的正道 所以如果你供养他 因为他没有证悟空性 所以受供养不清净的 受供不清净 因为他修行的境界 认我和法我 一般来讲 按照戒律里面讲 真正能接受供养的 他是通达一定解脱的 空性的意义 他没有这样通达的话 作为凡夫人 他接受的供养 实际上是不清净的一种供养 从大乘佛教来讲 他没有证悟空性之前 实际上是不清净的因供 这样的小乘身份的凡夫人 认为是室友 这叫做什么呢 受供不清净身份 也就是说 这也是一种能取加有的分别 然后破坏诸心法 这个是作为大乘的凡夫来讲的 大乘的凡夫他不具有三轮提供这样的智慧 所以他会毁坏布施等行为 因为别人布施的话 如果他有三轮提供 那布施也好 持戒也好 所有的六度万行都会圆满的 但是因为自相续当中 还没有出世间空性的智慧 所以他会坏坏布施等这些功德 所以这样的大乘凡夫 实际上也是认为是有存在 这种身份的大乘凡夫 我们一个是小乘凡夫 一个是大乘凡夫 刚才前面是道位的 国位的 即位的 这几个都不同 所以其实我们用真正的智慧来详细分析的时候 其中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名称 包括他们所长的一些境界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只不过现在很多人 学的也是比较浅的 我们经常讲出佛法的时候 大多数的人们喜欢听的是什么呢 喜欢听的是当下的感受 啊 我现在这个痛苦怎么样接触 我的压力怎么样减轻 那我的心很浮躁的话 如何可以沉浸在一种快乐的海洋当中 或者说 我现在各种各样的 特别刺痛 特别焦虑 如何解开的话 很多人都是特别有兴趣的 然后除了这个境界以外 讲一些我们认死了以后 乃至怎么样解脱 除了我以外 这样利益众生的时候 人们都没有兴趣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普遍的 修行者的境界 中和数字确实也是不敢说不高 但是确实是兴趣上面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在佛教徒也好 整个世界当中的很多人 他真正希求比较深一点的 比较奥妙 鲜妙的东西大家都没有 所以我们从小都是 什么样的生活当中成长的呢 是非常简单的 平面化的 一个非常一种水片化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和文化当中开始成长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知识 包括一些广告 行文 以及很多很多的知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漂浮在上面的这么一个道理 大家都是已经习惯接受 除了这个以外 稍微深一点的 从世间上的一些理论也好 或者科学的研究 探讨 稍微深一点的时候 就没办法 一直入不进去了 没办法了 然后从佛教的境界 不管是修行也好 见解也好 你的行为也是非常简单化 一个直接化 一个感官化 就这么一个道理当中 大家都是在度过 这也是一种可以说 可贪可悲 我们很多的 不要说诸佛菩萨修行的深深经济 甚至非常简单 比如说《相关重要论》的这些道理 按理来讲并不是很难的 但是讲到讲到的时候 到最后很多人的心态 没有办法转注 包括我们现在对外 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广 推广的时候 我最近也在研究 看我们怎么样的方法来 很多人不但是学一个简单的 《佳行》 《入菩萨行论》 就是更重要的 要一些以五部大论为主的 中观 居士 仙观 就是这样的 但是你即使讲了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报名 到最后因为我们的整个世界 已经成了非常浮躁的 非常一种简单化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时候 说圣圣道理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但即使有人说 你真正去学习 很少很少 因此我们通过这几年 通过汉寿的方式来 给大家推广佛教教义的时候 非常容易看出来 我们世间当中自认为 学问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你落到了一些 佛教上面的时候 特别简单的一个道理 也是没办法进行专注 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将来 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浅薄 愚痴的黑云可能越来越弥补 覆盖整个智慧的高空 所以有时候 我们很需要心静下来 虽然现在这个世界 很容易让人散乱 就是外面喧嚣的声音 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发出声音来 让我们的心 随着外境不断地去耽著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有正知正念的话 也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也可以少许安住在自己本来的状态当中 就是认识你自己所本有的信心 这并不是很难的 中间为了补充时间 我随意说几句 下面讲 今说是第一 能取应当之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 其实《般若经》当中已经说了 就是能取分别 有第一能取分别和第二能取分别 但是它属于第一个能取 菩提加罗分别 也就是说 我们修道当中它是缩短的 应该修学者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 实际上是祭道过也好 对凡夫身份 我们该执著的时候是哪些 不该执著的时候 我们用自己的智慧 跟前辈大德所讲到的智慧融在一起的时候 不难发现 最究竟的修行是什么 现在很多人经常问 这个修行是什么 那个修行是什么 但真正所讲的修行的道理 自己也不看 也不问不问 也不去转眼 特别简单的道理 今天在这里也问 明天在那里也问 已经在很多书里面不断的 现在我去很多地方 我们佛教徒里面 很多人问的 很多问题都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他们也不看书 所以今天也问一个 明天也问一个 最后我都有时候觉得 这些问题已经回答过无数次 还会问 那也许可能我们接触的人不同的 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有些人已经讲完了以后 问完了以后自己也不珍惜 我给他好好地回答 回答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人记录 不但是文字上也不记 心里面也不记 我正在给他回答的时候 他也是心一直散乱 然后东看西看 这个时候 我也到最后的时候 不想回答 经常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 不要说修行 连闻思的智慧都是很差劲的 很多人越来越 这个时代可能是 尤其是现在的网络时代 信息时代 对我们真正的朋友的智慧 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 如果自己没有掌握自己 恐怕什么事情都是搞不成 每天都是一种痛苦和烦恼当中度过 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无所厚 有这个可能和危险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因为它是所取分配 就要讲这些 喜一分钟 一次 我们在寻思考的 要不准备 如果没有见到 我们在寻思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